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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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被陆大人冤枉 说了气话 师父伤巴掌 那是师父第一次打自己吧 眼里全是诧异震惊 跑出来被冤枉不被相信的委屈 无声的哭泣更伤心 哭泣到嘴巴颤抖 杨月来了之后说 惊吓 我相信你 哭出了声 知道有人站在自己这边 有人相信自己哭得很真实吧 被师父骂哭那里是真的能感受到惊吓那种说不出的委屈和伤心 三 打扮一番去找陆大人辞行 这名场面虽说有哭 我是笑着看完的 但是也算是袁惊夏的哭吧 听了夜宵的计划 假意找大人来辞行 辣椒水刺激及强行闭眼挤出的眼泪 眼睛仰望无底 挤出的那两滴泪滑过面颊 想哭的零花待雨 配合着哭声 但面对大人的要效 但又要表现自己的伤心难过 还有那句 卑职不配 那个表情最爱 转身之后哭声更大 跺脚直到听到那一句 等一下 暗自窃息到转身之后 仍要假装委屈可怜哭泣 楚楚动人 这表情转化 爱惨 完全能看出一个假装哭泣 很有喜感的小女子姿态 哈哈 好喜欢这场 那里又可爱又委屈 真的心颤颤 四 进去西班的时候 演戏哭也磕磕哀哀的 袁惊夏真的是吸尽本精 吸尽上身分分钟 为了办案 凄惨绅世 哭散的眼泪也是分分钟就来的 这场跟P3那场一曲同工之妙 但哭泣的情绪又各不相同 既包含了可怜绅士的凄惨 又有被班主捡回去的悲喜交加 重点还演出了戏中戏的那种感觉 简直是可可爱爱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